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歡迎收看我們的Scrack Back to破壞突擊隊啦 那最近的話呢 我們這邊啊 梅維斯可以三星啦 各位 來看一下喔 這隻也是哲民愛用的一隻角色啦 因為我就是一個不與人爭 只慘自消的人啦 所以這個梅維斯跟我們格雷格還有商人啦 是我最愛用的三隻角色 來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 他三星之後 採集胡蘿蔔會為圖…哇 哇 他會為胡蘿蔔會為大家補血啊 然後這邊的話基本上還會有這個欸 他四星四而外獲得戰利品數量增加欸 然後重點是他現在會補血了 太扯了 太扯了 各位 幫你拔蘿蔔 還幫你補血 我們的梅維斯 美梅 讚啦 各位 好不好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 他跟格雷格應該 也算是我的首要人選之一了 那格雷格的話 比較更推薦的原因是因為 他在這個點位裡面啦 他是有很多這個術的喔 所以這邊的話是比較推薦大家就是 你可以先看地形來決定啦 像一開始外圍的話呢 基本上這個蘿蔔田會比較多 但是內圍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那個我們的樹會比較多 就看大家如何去多次使用了喔 太扯了 這個拔完還會鬼血 太誇張囉 各位 老哥 好 沒事 那我們這邊就繼續走起 這場是這個超級單位跟我們這個渦輪環節 然後最近基本上的話就是那個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些就是那個 新版本的這個提前更新資訊的話喔 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們各個這個破壞突擊隊的這個創作者們喔 有很多有一些是專門玩遊戲的還有專門耍白癡的喔 專門耍白癡的大家都知道應該就是我了喔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一絲參考性 哈哈哈哈 然後有一些是做比較專業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他們的頻道喔 他們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也有去看他們的頻道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提前先知道一些資訊啦 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你也可以期待一下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這把的話我覺得還算是行 而且已經先把這個梅維斯弄起來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當一個喔 他就可以當一個潛在的補血師了喔 然後現在繼續格勒格 你看我們這呢 我都叫這個陣型叫做白癡陣型你知道嗎 就是只要把他用起來你就可以自己隨便亂玩了 再加一個商人啦喔 再加一個商人這才是完整的這個白癡陣型 但這把的話我們好像是沒有隨到商人 所以就沒有辦法喔 喔 第四名了 但是這邊格勒格好像變最大隻囉 那就野蠻的來一下吧 反正通常這個經濟作物組合我不會用太多隻 我通常都是用個一隻 然後讓他能夠幫忙做點事情就好了 其他的這個輸出手跟其他一些東西還是要的喔 這個挺重要的 好 免體 然後這邊繼續拔 那像皇室戰爭這個地圖的話 中間點位都會有蠻多蘿蔔田的喔 就是一次給三個還算蠻爽的 就是看起來應該是Computer的環節 我說叫Computer叫做我們的空頭寶箱啦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認同大家一 他就是我們空頭單位了 他會給我們很多這個空頭寶物喔 他會給我們就是那個鑰匙 沒錯 空頭寶箱一定要打的 然後最近基本上哲平也拿到了滾木法術了 蘇虎 滾木一切啊 我們可以欺負這些精怪喔 這一次我們的智障組合阿 就真的是找一個商人 可是如果有商人的話我們基本上就完美無缺了 這個應該也是我們的空頭寶箱 嗨 空頭寶箱 沒有問題 嗚呼 這個寶箱的這個打開的這個環節的話 一個人還是要拿就是比較高的分數 就是要拿到就是綠寶石要拿多一點 拿到第一名喔 所以基本上你還是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跟別人比拚的喔 雖然就是保底椅不會輸 但是如果你要打到更好的成績 拿到更好的寶箱的話 你還是得要就是往第一名十點跑 那如果你跟怎麼樣就是 毫無任何的這個 就是贏面的該怎麼說呢 毫無夢想可言的話 那你就是好好的維持這個 前五名的環節就好了 這把沒有商人確實是比較難再跳起來了啦 除非我要去殺別人 我們殺個人好了 反正我們一定不會輸嘛 對阿 殺個人 殺個人殺個人 嗚呼 嗚呼 哇 結果把他殺掉好像也沒有辦法就是衝到第一名耶 我們還是第三 那沒有問題 不過我們現在好像還沒有看到太多的梅維斯的這個 補血的這個效果對不對 對阿 這個感受好像滿低的耶 因為好像都沒在打架 喔 這把沒有梅維斯 那我先把這把打完 我們有梅維斯再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剛剛的話基本上連續兩場都不是喔 那這邊的話第三場終於是梅維斯啦 繼續給大家看一下梅維斯 因為我剛剛好像沒有體驗到他的這個 補血的這個效果 待會我們來看仔細一點點 如果他的這個拔草真的是可以補血的話 那其實應該是還滿爽的唷 因為你可以就是邊拔邊補血 這個確實是頂舒服的 但他好像不是一個持續的 他應該是補一點點補一點點這種感覺喔 沒關係 那我們就直接 梅維斯出去 然後這邊啊 這個大家之前有跟我講的這個小撇步啊 就是 你在吃這種金幣的時候啊 你是可以就是 走中間那你就可以就是兩個都一起吃到了 要感謝觀眾朋友們 然後這邊來一個 來一個野蠻人吧 這個有經濟作物的這個 補助經濟人 那當然也是要有這個 攻擊手機啊 沒錯 然後這邊 再一個梅維斯 然後這邊是一個 法術皇豪環節 不是啦 是 道具品環節 其實我覺得一開始啊 你們如果有那個什麼 如果有這個砲塔的話 其實還不能是頂爽 因為這個砲塔可以幫你做很多事情 好 我先看一下喔 能不能讓我們損點血 然後我來看一下是不是 真的能夠回血 不過這野蠻人 自己都把自己血給回起來啦 感覺好像也不太需要我這個幫助 你知道嗎 來個嘎布里 然後來 拿個血血 然後吃點東西 我跟你講這遊戲真的很重要就是 錢錢跟血血啊 你知道嗎 尤其是打關動場啊 讓我更需要這些血血啊 因為這些血血的話真的是 會幫助我很多樣 所以就來一個母雞吧 現在就看不到 你看像這些血血的話呢 我們去拔一下草喔 看一下會不會回血 野蠻人 哎呦喂 哇 那確實是頂爽的喔 各位 因為可以回血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這個我們那個 法術的那個任務已經解完了 啊我還是在這邊隨便亂丟 那個有一個那個法術的那個任務啊 就是你要拿星星的那個真的是確實就是 必須要就是一直這樣瘋狂丟法術 才會解的快啦 不然就頂慢了 所以 然後最近基本上就是 我有先稍微去看一些就是那個 更新改版的這個資訊 聽說好像之後有那個就是 皮納塔活動的話就是我們那個地圖中間會出現那個 大皮納塔 然後你打贏那個皮納塔的話呢 基本上 就是 如果這是皮納塔活動又打到皮納塔的這個地圖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超大皮納塔 打完之後就會累積很多那個 皮納塔的棒棒 就可以協助大家就是 更容易更輕鬆的就是拿到就是那個皮納塔的棒棒 就不用解任務解任 拿阿美的辛苦啦 但我覺得現在其實我覺得 解的最辛苦的真的還是那個法術喔 因為那個法術的話真的 就不是很簡單就是隨便算結的 可以喔 好 沒問題我覺得這個 沒問題是真是頂爽的啊 就是如果你沒有拿到帕姆或是沒有拿到醫生的話呢 你如果受到損傷 你就是直接 去拔草就可以了 拔個草你就會回血 而且是秒回耶 所以你打到一半 你搞不好就是去跟邊對打的時候 你就去旁邊拔個草有沒有 應該是蠻舒服的 幹死他這哥布林 弄死他一隻 弄死他兩隻 弄死他三隻 弄死他四隻 傷人還敢過來跟我們五四三二一耶 但你們知道嗎 我後來發現啦 這遊戲如果你真的要打得好一點點的話對不對 就是 你被這樣打的時候你不能一直跑走 你要那個 你一定要就是想辦法就是那個什麼 你要想辦法就是那個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換我們GG了 就你可能 你可能要想辦法該怎麼說呢 完了完了完了 哇 我極技啦各位 我才跟你們想說 不要逃走 馬上被教訓了 要逃要逃 但基本上你逃不掉啦 就通常我後來遇到這個局面的時候 我通常都是會直接就是 跟他正面的這個對決這樣子 我就是 不要聳了這樣子的感覺喔 好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角色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梅維斯三星 那梅維斯的話基本上三星之後 你拔這個蘿蔔田是可以回血的喔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 某一些場合的話還算是蠻好用的 就是你可能先打一些 路邊的這個精英怪啊 打完之後的話 你再用這個梅維斯去拔草回血 應該就可以打到一些 不錯的這個效果了好不好 不單單只是拔草給你那個 就是商人用這個組合還可以幫你回血 梅維斯三星 讚讚捏~~